经由念佛所领悟到的镇定 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身心的安乐 菩萨念佛三昧经有云 诸佛所说念佛三昧甚深妙点 能施众生不须果故 义令行者得无边福 若有闻者世人 获得无量无边阿森奇等 不可思议诸功德聚 念佛三昧是世尊所说 诸多经典所共同称赞 不可思议之净土念佛三昧们 三昧是印度语 三昧翻成我们的话就是镇定 镇就是正常的镇 定就是定力的定 然后镇受 受就是那个感受的受 所谓镇定圣受是说 从内心发出的一种定力 从自己自己自信 真心里面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定 叫做镇定 那个受也才是真实的享受 世间他就没有享受 世间他是生灭法 所以世间他并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乐可言 也没有所谓享受可言 因为他就生灭的一种现象 那佛经的这个三昧是指从心性 自己心性真心所显现出来的 那个叫三昧 所谓的念佛三昧 是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从这句名号 妄想一直去除掉 妄想一直没有 妄想一直没有 就进入那个内心 那个真心所显现的那个定 一直就显现出来 显现出来 那个叫做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是行者 透过专心制衣的念佛 让自身不受五蕴及内外静缘所束缚 而能随心省律观察 借缘正观调职 入真实定 当心处于极尽善心一处的状态 身心便会油然升起 与无微相应的真正快乐 达到三摩地境界 法界新闻蔡孟章 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 这次条文护 预护 3 15 5 纸